妙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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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 umm ingk 求关注 京都出品 毕首精品 ingk 成熟的制作流程 稳定的制作团队 以及严格的质量把控 让京都动画的每一部作品 都成为被观众们津津乐道的作品 当然啦也有意外的啦 ingk 今年十月有这么一部由京都动画制作的番剧 在B站不声不响的播出了 这原本呢 应该是在10月份开播之前 就被咸音的仙导PV给吸引了 这清新的画面 这可爱的男孩子 这帅气的公道 而且又是京都出品 那必须追呀 可是后来等到10月份开播呢 应该就被 将是Rub 吸引过去了 等到10月的第二周才发现 我的金工呢 我的小可爱的呢 这再后来 应可一查才发现 金工的播出时间 竟然是10月22日 行吧 我等 直到其他番剧 已经播出了第三集 开始各种神展开的时候 咸音才开始放松了 那段时间呢 不管是B站还是社交媒体 都在疯狂宣传其他动画 所以咸音的播出 可以说是不声不响了 如果不是早就看过了PV 对这部作品抱有一定的期待 应可可能一定会错过 这部动画的 由于应可没有看过原著 所以接下来的所有内容 都是围绕动画展开的 这种校园运动番吧 应可其实也看了不少 早期经典的灌篮高手 棒球英豪 到现在的什么 小滑冰 小排球 小单车 鸡妈飞扬 以及同市京都制作的鸡泳部 基本上都能看出一些套路 谐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也没有跳出那个套路 开头呢 我们先回忆一下 男主民工凑中学时期 参加团体比赛的事情 升入新的高中呢 民工凑与其他几个少年 进入公道部 故事也随之展开了 一开始我们的主角 肯定不会乖乖入社 甚至还喊出了 再也不进行公道活动了 的豪原壮语 呃 打扰一下 这位少年 上一个说这种话的人 早就沉迷有勇为 虚威はもうやめた 真香啊 虽然听起来非常套路 但是其中也是有很多亮点的 比如风武高中的公道部 完全不是学生们提依附清的 而是老师抓壮丁抓出来的 老师不愧是狼人 这壮丁抓得有水平 接下来就讲述 男主心理阴影是怎么来的 又是怎么没的 然后与同伴们参加 团比赛的剧情 这原本吧 硬哥想着 这肯定是按照 金永固的风格呀 公道部里也没有妹子的呀 而且宣传PV和海报 也都是没有妹子们出场 但是动画正式开播以后 硬哥我发现 公道部里竟然有三个 有名有名 镜头还不少的妹子 虽然说看到现在 这三个妹子 仅仅是移动的背景板 但是硬哥还是想说一句 他们三个好可爱呀 硬哥 虽然在剧情上 是常规套路剧情 但是画面 真的是让硬哥吹爆呀 但原来除了那个 分分钟让硬哥觉得 这是某件广告的树叶子 硬哥明白 这是为了渲染清新的气氛 但是 换个BGM 真的有种广告的感觉啊 有些观众发现 金工的战装对话 以及解说部分比较多 硬哥作为公道的外行人表示 这种画面的安排 还是非常友好的 毕竟去理解 其中的一些专业名词 如果画面内容过多 反而会让硬哥 这种外行人分心 其实硬哥也关注过 奥运会的射箭项目 但也只是外行看个热闹而已 在射箭的比赛中 运动员们的专注 是最能吸引硬哥我的 在公道部的故事中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专注对公道选手的重要性 这种相对静止的画面 进而你呢 通过对背景音乐 以及心理描写解说等元素 让观众们能够更好地 欣赏角色专注的状态 既能做到用心科普 又能让硬哥 新满意足的甜小姑姑 实在是太棒了 而且对于动作幅度不大 人体运动的速度也比较慢 所以避免了不少运动中的 作画崩坏 整体上的观感 还是非常不错的 再有呢 就是金安妮对角色性格的把控 以及对内心的刻画 比较到位 在弦音中 不管是主角 名工凑 还是敬你了评 期许小野木 又或者那个看起来 非常有故事的 龙春雅贵 所有角色都非常饱满 并非常高兴 当然了 这也是金安妮作品的一贯优点 不管是早期的 有改的 AR 克兰纳的 还是原创的 玉子市场 以及青衣少女 凉宫春日的忧郁 冰果等各种漫感 情感作品 硬哥很难找到一个 不喜欢的角色 在弦音中 硬目前也是非常喜欢 全员 大家都超可爱的 还有呢 就是弦音里有不少宠物 静妮家的汪 小野木家的喵 以及雅贵哥的雪香 或者是别的神奇动物 硬哥分不清呢 三个毛茸茸的萌物 凑到一部作品里 当然会疯狂提升 观众的好感了 动物与角色的互动 也是非常自然 这些细节 硬哥也非常喜欢 除了这些呢 对于运动番来说 永远有一个 绕不开的话题 那就是专业性 这里呢 硬哥娘就参考了 每集都在努力科普的 来讲吧 公道起源于中国 是古代的六亿之一 古代中国的礼祭 传入日本以后 日本射箭 不仅有了一定的发展 而且在此基础上 形成了金钱的公道 日本现在的公道 正是将礼祭射翼 和江户时代的 射法训奉为经典 这就是公道场墙上 悬挂礼祭射翼的原因了 从第一集中 我们就知道了 男主存在 Ayaki的问题 这个早气 是指在行舰时 不受自身意愿控制 提早将近放出 也就是静妮说的 太快了 形成早气的原因 是比较复杂的 对于男主来说 主要还是心理问题了 在学生公道中 还是比较常见的 故事中的雅贵哥 也有过类似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需要自身调整 保持热爱公道的心 科学练习 就可以像雅贵哥一样 克服这个问题了 所以男主加油加油加油 第四集结尾 公道部的成员们 到雅贵哥的道场 进行合宿 在开始之前呢 由三纲老师主持 举行递剑仪式 以祈祷射手平安 小雅贵哥的角色是射手 凑男是第一戒天 戒天等于助手 负责帮射手 将靶子上的剑取回 小海是第二戒天 会从第一戒天手上 取回剑 将剑交给射手 也会负责在射手 穿脱左手的袖子的时候 帮忙整理衣服 公道是非常讲究礼仪的 虽然现代公道的礼仪过程 进行了一部分的简化 但是依旧蕴含着深刻的哲理 精美的画面细腻的故事 以及结合了 丽云美的公道 这些元素构成了 这部充满青春气息的弦音 但是比较可惜的是 截止11月20日 动画播出第五集时 B站播放量只有137万 前一战 硬可做了海股电源的时候 五集非独家的播放量 都有215万 播出比较晚 公道运动相对小众 宣传又不是很足 所以弦音 在国内的播放量和关注度 都并不高 硬可呢 希望能够通过这期节目 让更多的观众老爷们 知道这部弦音 毕竟是京都动画出品 质量上绝对是有保证的 话说 金阿妮还有什么社团没有做过 我们来猜一猜 金阿妮下一次 会把故事放在哪一个小园社团里呢 快速了解精品动漫 共同分享一眼内故事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推荐关注硬币收藏一条龙 支持一下硬可娘吧 尤其是特别关注